住在花蓮丰冰格玛兰组的传统编织业者 杜瓦克·杜耀 正创作一个又一个的作品 精湛的手艺总是获得买家的青睐 但是近来饱受肺炎疫情的影响 从过年至今仍旧毫无精湛 而圆明慧为了确保原住民族产业的经济稳健 在今年3月18号起 发布了原住民族金融纾困方案 希望让业者尽速地度过难关 截至目前为止 受理了818件贷款户的申请 已经核定了780件纾困申请案 完成比率超过9成 3月开始到今天为止 我们针对我们1400多家的原住民族的 这个失业贷款户 做了一个主动仿视 主动受理的方式来做一些服务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总共受理了818件贷款户的申请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整个 新闻主动仿视还有这个受理的部分 核定已经超过9成 在我们的基金管理系统里面 我们在手边都有就是我们所有主人贷款的资料 那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基金系统的一个资料 然后再去我们一通一通电话 除了电话电访之外 那我们一定会去清访然后去关心谁是我们的族人 对此受惠的族人对于原民会的金融纾困政策相当赞同 这不仅让他们在防疫期间没有后顾之忧 还可以继续的放心工作 在防疫期间各行各业都备受波及 即便如此却有受影响较小的原住民业者表示 愿意将机会让给更有需要的族人 我们有一些贷款户的原住民 他们是觉得既然大家是共同防疫共体时间 有的是并没有说那既然他的状况没有那么受到影响的话 有一部分的我们也没有接受我们的利息前面跟宽缓的部分 他觉得他还可以 所以就没有去使用这个疏忽的措施 在全民防疫的艰难时刻 原民会希望借有纾困专案以及多元的宣导方式 让族人透过网路、电话以及辅导员的协助 获得最新的讯息与帮助 在政府最强而有力的后顿之下 共同携手渡过难关 原时新闻综合报道